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被曝光的视频中 周震涛在婚礼上 郑重的把大女儿的手交给了女婿 之后便转身 眼面磨泪 此情此景 让不少的网友为之动容 然后尴尬的是 这是条假新闻 12号 周震涛晒出一段 与大女儿通电话的视频 视频中他打电话问大女儿 你要结婚吗 大女儿表示 没有啊 直接否认了这个美丽的误会 同时周震涛还澄清了 网传的嫁女视频 是7年前 他和黄小虎一起拍摄 放心不下的MV片段 视频中的女儿和女婿 都是演员扮演的 不过这个说法还是不够严谨 某个人一扫而过的镜头 周震涛小女儿也是有露脸的 周震涛在晨星视频当中 也一并承诺 如果将来女儿有好消息 一定会告诉大家 这也太无容了吧 当事人被通知自己结婚了 真是小小的尴尬 被造谣婚讯的周震涛大女儿 钟嘉琴 今年25岁 已经长成了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 印象中还是那个 被周震涛抱在怀里的小可儿女孩呢 后知后觉 原来周震涛已经67岁了 看完周震涛近照的阿美 是真没看出来 周震涛的情史不算多 但是也足够精彩 腥风血雨的程度 在港圈大概也能够派进前十 大女儿钟嘉琴 就是周震涛和前妻张小慧所生的 不过大女儿倒是和这位亲妈 没有啥深厚感情 从小就是跟着爸爸一块长大的 看到周震涛的照片 也能够猜到 她亲妈肯定是盛世媚言 当年到底美到啥程度啊 大概就是和周震涛 仅仅认识三个星期就要闪会的程度吧 1987年温拿略队去加拿大巡演 作为嘉宾的林珊珊 带着几位同学出现在了后台 张小慧就在其中 钟震涛就这样 在后台对张小慧一见钟情 一放而不可收拾的坠入情网 张小慧其实也是有背景的 妈妈是名为妄祖 所以她从小就被抚养 一来伸手翻了张口的 被名牌衣服啊包包啊首饰围绕 是当之无愧的名媛 交到中落的钟震涛 为了给岳父岳母证明 竟然豪至300万港元置办婚礼 迎娶张小慧 李英是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 却因为张小慧这花钱从来不眨眼的习惯 摇身一变暗黑童话 张小慧在婚后 也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疯狂买买买的手 刚开始呢 钟震涛还是实力护妻 对外表示 娶老婆不就算来童的吗 到后来呢 钟震涛在事业上开始走下坡 收入大不如前了 但老婆依旧还是大手大脚的花钱 因为钱的事儿 两个人开始了争吵 后来张小慧以公司的名义借钱投资炒楼 结果遇上了金融风暴 2.5亿港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好死不死 借钱的合同是钟震涛签的 去债就这样落在了他的头上 除了自己老公 这次借钱投资啊 张小慧还把婚外情人陈宅印给牵扯了进来 被张小慧拿来投资的2.5亿港债当中 签合同的是钟震涛 但是担保人的是陈宅印 这时两个人双双破产 据悉 当时张小慧一口认定自己与钟震涛的婚姻早已经名存实亡 双方都是各自婚内出轨 但事实是怎样 到现在也无从考证 传闻陈宅印已经结婚了 老婆还是张小慧的闺蜜 张小慧曾经被控诉 在闺蜜生病期间 直接在旁边和其老公搞在了一起 1999年钟震涛和张小慧分居达一年正式离婚 在钟震涛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他遇到了信任妻子范江素贞 两人相差19岁 范江素贞不仅是陪钟震涛走出低谷 还一起背负债务 共同养育子女 2006年 两个人终于还清了欠下的2.5亿港元 钟震涛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钟家晴和大儿子钟家骏 范江素贞也都视为指出 从不偏心 后来范江素贞被张小慧妹妹造谣 毒打钟家晴 钟家晴二话不少就替继母出来澄清了 2014年 61次钟震涛和42岁的范素江真 在巴黎岛补办婚礼 头沙是由宗家晴设计的 合照中一家六口 其乐融融 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看下来 都感觉看完了一整部的香港豪门宅斗剧 港圈的传奇故事着实repose 不过有一说一 看朱正涛这宠女的模样 到了女儿真正结婚的时候 估计会哭得更惨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